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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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XT LACE 華語原創影集 《誰是被害者》 23日舉行卡詩發布會 華麗陣容 讓觀眾相當期待 其中林心如以神秘來賓先生 特別參與這次演出 還透露這次進演藝圈 有史以來醉裸的一次 因為怎麼可以犧牲百分 有尺度特別 我也很想但沒有讓我 做這一塊的其實 也是有裸啦 就是也是屬於 另外一部分的裸這樣 那就是進演藝圈 有史以來最裸的一次嗎 最大的一次 最裸的一次 就是全部都是素顏 然後還要弄很 一些特殊化妝在臉上 這樣子 所以這一次 失望了 算是我演過以來 很難的一個角色 我也是跟丁寧姐一樣 想了很久 我也不太敢接那時候 原來是素顏的裸辣 居中女主角徐瑋寧也偷漏 飾演雅思伯格陣的張孝全 因為露西太深 讓她好有壓力 她這次真的演得非常好 就是我在跟她對戲的時候 我都可以感受到她的那種 如果我不是在我自己的角色裡面的話 我都覺得跟她相處 會是一種壓迫跟壓力 因為她是雅思伯格陣 我在戲裡面有的時候 我就會覺得她是 就是下了戲 我都覺得她是個討厭我 因為她都 她都在她的角色裡面 這次飾演社會縣記者的徐瑋寧 在現場也被問到 對於記者 有沒有什麼樣不同的感覺 讓她好為難 有了對於記者媒體 有沒有不同的感覺 小心 我給你給你十秒鐘稍微思考一下 你要怎麼答這一題 好好回答 怎麼笑成這樣 其實我覺得 記者真的 尤其是社會縣記者 因為我演的是社會縣記者 我覺得真的非常辛苦 因為她沒有休息時間 她時時刻刻都在找新聞找線索 尤其是她要拿到獨家的時候 這個壓迫性跟她基本上 都沒有辦法睡覺 每天都在熬夜 對 所以我覺得那個心理壓力 跟上司主管給你的壓力是 就是我詮釋了這個角色之後 我才知道說她被push到 她不得不當她要有新聞的時候 她必須要很排除掉所有情感 她必須要很理性的去把這個東西 先拿到了再說 其實是蠻辛苦的 她到底什麼時候 他們有真的自己休息的時間 然後到底什麼時候 她到底要不要有內疚感 當她要拿到這個新聞的時候 可是這內疚感 就是我覺得是一個 心裡面蠻矛盾跟掙扎的 所以要怎麼樣把這個記者 有的時候在面對這些事情 關於自己的感受跟對方感受 怎麼樣拉到一個平衡 我覺得這是一個 蠻好的經驗 對